最近南韓湖CB区14幅土地 因为7月份就会到期 即将被政府收回 同时也有议员认为 现在的土地法是存在问题 于是提出了一个收法的提案 我们来看看过去在奥普时代 土地管理是存在不少问题的 有法不依或者是长官的自由财量权 是放得很大 于是造成了土地的批级、致援 日价金、发展、规划等等 都存在很多问题 回归之后我们制定了新的土地法 它的制定过程非常严谨 经过了漫长的咨询 和充分的讨论 制定了之后也上报了人大常委备案 所以现在要说要收法 也应该是一个很严谨的行为 不是某些人所说的 话收就收 或是因为一两宗的案件未完成 有些移民提出收法的一个决定 新构土地法都同时存在两条线 一个是土地利用期 一个是25年的批租期 如果发展商在正常情况之下 他应该是在土地利用期 就能够将他们的发展项目做好 但是25年的批租期这条死线 无论如何是不可以修改的 如果假如发展商认为 这个土地25年的发展不到 规责问题不在他们那里 而在政府那里 或者在其他客观原因那里 其实还可以透过法院进行审判 或者进行一些申诉机制 所以我们认为 在现阶段的情况之下 收法没有社会共识 所以我们的土地管理问题 是应该严格按照土地法例执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